欢迎回到前线快报 财因焦点来关心到 受到市场对美国联准会9月可能会降息的预期推动 再加上地缘政治的风险加剧 还有美国11月总统大选的不确定性影响 避险需求增加就推升了金价的走势 今年以来涨幅已经达到了20% 目前大约税落在每盎司2510美元左右 专家就认为多重压力之下 金价在年底之前还有机会冲上2750美元 明年甚至渴望挑战3000美元大关 金光闪闪的戒指排排站这一个个价值都不菲 因为受到市场对美国联准会 即将政策转向的乐观行李推动 加上各国央行和亚洲消费者的买盘 推升金价持续走高 今年以来已经上涨超过20% 周一黄金现货价格小涨约0.2%来到每盎司2520美元左右 不过短短一天又突然遭遇抛售 小跌0.2%至2509美元价位 主要是因为以色列与真主党的冲突 也就是中东可能爆发更广泛战争的短期风险有所缓解 令市场避险情绪降温从而打击金价 不过专家仍然看好黄金年底前的走势 毕竟在这之前还有11月美国总统大选带来的不确定性 以及美元若继续走弱 黄金也将获得上充动能 想要是川普当选的话 我想还会有很多的这个 不管是各个国家的央行 或者说这个散户的这个投资人 可能都会希望是多持有些这个黄金 毕竟我们看在川普第一任这个任内的话 其实黄金表现非常的亮眼 都从压力底下的话 我们认为其实往后看的话 其实黄金还有很大的这个涨势这个空间 年底的话我们看大概有到 有机会可以到2750 那明年的话有机会去挑战这个3000这个关卡 根据美国政府公布对冲基金和其他机构 截至8月20号黄金近多头部位增加7.8% 是2020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 显示市场对于黄金还是很有信心 不过也要小心因为中东局势变化 出现修正性下跌 记者黄友柔詹明华台北采访报道